好的,我们来看第七课 第七课的话,我们来谈一谈在现在和过去两种时态中的中动语、被动语态 然后还有一点点关于其他动词词尾的简介 不过前面是我们的重点 在新课之前呢,我们先来处理一下上一次剩下的五个句子 来看第一个 说 很长的一个句子 来看看什么意思 就开始出现in,而且这个句子里面要反反复复的出现它 in,就是英文的in,in,在什么什么里面 然后呢 egei ne,好 那个原子,那个 那个,什么 de,hymera,hymera,day 所以就是在那一天 the day,在那一天 gnoceste you will know 好吧 这是你将要知道 你将要知道 看后面说 会没死 会没死 这个并不是知道的内容 而是知道的主语 你们啊 所以这是一个复数的 你们将要知道 你们将要知道什么 ho de ho de 我们说有时候是一个because 有时候是一个提示下文的that 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提示下文的that 后面都是知道的内容 在那一天呢 你们将要知道 知道什么 ego en do fadrimu 说 我 in 又来 in 在什么什么里面 do fadrimu mu 我的 fadrimu fadrimu father 说我在我的父亲里面 我在我的父之中 而 kai 会没死 你们 in emoi emoi 我 你们 在我的里面 kago kago 又算一个比较特殊的词 你看这一个 送气符号出现的位置非常奇怪 根据我们的规则 送气符号只能出现在一个词最开始 而且这个词最开始呢 还得是一个原因开头才行 所以这个地方的送气符号出现在了这儿 是因为它将两个词合并在了一块 一个是kai 一个是ego and i and i kago and i 而我 in wui min wui min 你们 所以 你会知道什么 我在我父亲里 然后 你们 在我的里面 而我呢 在你们的里面 除此之外 来看看 in 这个词 反复出现 它后面跟着的是什么格 看看下面有一个小小的点 是吧 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yoda y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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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看到一个小小的yoda 这就是一个语格的标志嘛 所以这是语格 然后后面 in do 你看又是一个语格在下头 patri 你看到你是不是有个 这个yoda 在它的后面 对吗 在这个 在后面 有一个 e 所以 仍然是语格 语格 说此之外 在这一个句子里面呢 出现了很多的人称代词 我希望你有 如果你还记不太住 你可以把这些 人称代词 列个表放在旁边 比如说 这个地方有一个 复数的 你们 主格的你们 惠美 这里有个 爱 我 这里有一个 我的 母 然后 这里是 惠美 once again 又一次出现 这里有个 emoy emoy 属格的 语格的 我 我 然后最后 再有一个 语格的 你们 惠美 好 这是 第六 说到这 再来 apostero don angeron mu prosobu su pos gatasquefasi din hodon su 什么意思呢 apostero 有没有觉得这个词 轻嘴有点熟 是不是跟前面那个 门 那个使徒 apasso 长得点像 没错 这个词 apasso 使徒这个词 就来自于这个动词 派钱 说 我 看得出来吗 我派钱 don angeron 这是什么东西 其实 并不复杂 并不复杂 你把它转写成为英文来看看 angeron 对应下来 angeron 这不就是一个angel吗 对吧 不过angel的原意呢 并不一定是天使 而是一个使者 或者一个送信的 说我会派钱一个使者 而且是我的使者 pro before 在什么什么之前 prosobu prosobu 这个是指的脸 谁的脸 属你的 在你的脸之前 换句话说 就是在你之前 我会派一个使者 horse 来看 是不是有两个符号 一个是送气的 一个是众音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关系代词 引出一个从句 你可以说who 是吧 或者that who 然后 gadaskevasi gadaskevasi 不知道 查 后面有一个次位表 在这 刚才是我派出来 脸 然后 he will prepare 好吧 这是他将准备 他将预备 所以 who will prepare ding ho dong su ding ho dong su 你的什么 活动 路 道路 road 或者是way 所以说 在你之前 我会派出一个使者 而他将会 为你预备道路 来自于马可福音 第一章的第二节 一个非常著名的 这个说法 你知道 那个使者是谁吗 第八句 quemais anavete a sting herod ting ting ego huk anaveno sting herding ting taf ting 好 什么意思 会没死 你们 如果你在第六句 有做足够的笔记的话 你一查一查得到 就是你们 不知道 查 在这 you shall go 好 其实语气 你们 应当去 你们要去 去哪 as as表示的是to 去到 到哪 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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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查一查 这个地方要做一个更正 我这里给出的是一个 这个宴会 the feast 把它改成 the festival 那个节日 或者是节庆的一个庆典 所以这里想说 你们应当去那个圣典 而反过来 ego uk a va ana bano 而我 uk not 然后 我将不去 或者我不去 is ting herot 停 taf 停 taf 停 中英在前面 中英在前面 这是我们上一次课提到过的 所谓的指示形容词 this 这个庆典 所以说 就是你们应当去那个圣典 而我不会去那个圣典 或者这个圣典 这个其实是 耶稣说给他兄弟听的话 来自于约翰福音 第七章第八节 看第九个 什么意思 又来 这个词在我们之前遇到过 戒命那个戒 戒命 然后开内这个地方有解释new 所以新的戒 不是新的戒 再来 我写 戒命第一句里面 是不是有出现过 给你们 给你们 所以我所写给你们的 不是那新的戒命 alabat 或者你可以说是 儿室 对吧 不是 儿室 儿室什么 endoling balai an hing 那么前面说是 kainin 是new 那么下面猜也可能猜得到 下面这个词对应的 balai an 是什么东西 差 一个新 kainin 一个旧 balai an 所以不是一个新的戒 而是一个旧的戒命 然后 ing 要小心这个ing跟下面这个句子里面这个ing很不一样啊 下面这个ing并不带有前面的送喜符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hing hing 长得很像下面这一个 但不一样 这个地方仍然是一个关联代词或者关系代词 引出一个同句 什么样的一个老的诫命呢 e he de 你们有 你们有 然后 啊 哎 后面又省一个 是吧 有这样一个符号 后面就省了一个语音字母 但是小心 不是啊 不是阿爸 而是 aboh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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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什么 archais archais 最开始 beginning 不过这个地方 不是 这个 呃 宾格 而是一个 from of beginning的样子 这是一个 数格形式 数格形式 什么意思 整体来说 就是 我所写给你们的 不是一个旧的戒 而是 一个新的戒命 那一个你们从最初就已经有了的 来自于约翰 约翰一书 第 二章的第七节 好 下面 第十 这个是我最熟的 en archais en hologos kai hologos en proston kai theos en hologos en in archais 好吧 跟刚才那个词 其实两者是同一个词的不同的格 这个是一个 of 这里是一个数格形式 这里是一个语格形式 在en的后面 所以 in beginning en 好 这块是 it was it was 过去时 ho logos the word the word 道 所以说 太初 有道 kai hologos in proston theon kai and hologos the word 而道呢 it was 有来 en proston 与神 同在 接下来 kai theos en hologos 字面上 and god was word 而 道 就是 神 太初 有道 道与神 同在 道 就是 神 约翰福音 第一章的 第一节 好了 以上就是 上一次留下来的五个句 希望你能有所领悟 然后往后面走 这是次微表 然后是一个参考的答案 有兴趣呢 你可以截个图在旁边是吧 然后你自己做一做 然后再跟我的参考答案对一对 好了 我们来开始今天的新课文 新的课程最开始呢 先说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点 比如说这里有提到 说希腊语中呢有三种不同的语态 主动语态 被动语态和中动语态 其实跟音乐差不多 是吧 你在英语里面你也学过 主动 被动 然后中动呢可能提的比较少 在英语里面你可能会 比较熟悉一个词叫做反身 比如说 I kill myself 对吧 做什么事情 给自己这种情况 然后说中动语态字面上的意思是 给自己做或者对自己做 do something for myself 或者do something to myself 但是到了新约希腊语时期 这种意思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所以即使你看到了是中动 即使你看到一个中动 其实很多时候也可以 就只翻译成一个主动的语气就可以了 语态就可以了 比如他说的有些词其实没有主动的形式 他们用中动或者被动的形式来表达主动内容 这种东西呢 还有专门的名词叫做意向动词 比如说这个词 ge no me 它的后面是一个o me 这个其实是中动或者被动的标志 o me 但是如果你说 我出现我自己 或者我出现为我自己 这个就叫奇怪 这个就叫奇怪 所以你直接说我出现了 会更好一些 你不需要去翻译成 I come into being myself 直接说I come into being 我出现就可以了 往下走 否定住词 物 这里说否定住词物呢 是一个下连词 换句话来说 它的重音是交给它下面那个词 而它自己本身失去重音 它还有两种形式 一个是wk 一个是wk 然后说如果是wk的话 后面这个词是以原因开头 这会儿 这个你在之前的例子里 其实是有遇到过的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个吧 刚才有一个wk 在 这儿 对吧 这儿 这就是not 但是它用的是wk 为什么 后面是以一个原因开头 没错吧 后面以一个原因A来开头 我想起到的功能呢 是来把一个音节隔开 如果你没有这个 这个物就跟后面的原因 连在了一起 它为了将两个原因互相隔开 它加一个辅音 作为隔开音节的作用 这是 这是这个wk 如果后面是以原因开头 再来 如果后面词以送气符号开头的话 除此之外 这个图定词往往是写在动词的前面 这一点跟英文可能不太一样 英文的话 I am not 你看 I am not not写在m的后腾 或者如果有助动词的情况 I do not 是吧 也在助动词do的后面 好 下面这个才是重点 现在词态 中动被动 那它说传统上呢 在中动动词翻译时 会加上一个反身的代词 比如说 I anti myself 我给自己解绑 但实际上它说 圣经里面很少有这样的情况 大多数时候 虽然是中动的一个词位 但是你仍然把它翻译成为主动的形式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表格 来读一读 第一个 你会发现在中音的上面有个很好玩的事情 这里面五个都是中音在最前面 唯独这一个 为什么呢 这个规则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尽管是一个这个选学内容 那就是 中音最远能到哪 中音最远只能到倒数第三个音头上去 来看看这里的音节 大倒数第一个 妹倒数第二个 欧倒数第三个音节 所以 这个只能最远到第三 不能跑到 欲的头上去 或者你可以说 希腊语他不希望那个中音呢 离他的词位太远太远了 而其他的呢 比如说 C S 欲 这是倒数的第三个 大 欧 欲 这是倒数的第三个 所以 最远是可以到达这个位置的 唯独这一个 他倒不了这 倒不了这个 滤的头上去 除此之外呢 这六个里头 其实 有三个 或者说有四个 有四个 最后都有一个 这个 代的结尾 或者 特的结尾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 这里面 虽然两个是 但是 这个 同样可以看成某种形式上的 你看 这个 在英文里面就是一个th 对吧 那么 可以把th 看成某种形式的 连长得都是很像 只是在t的后面 加了一个h 所以 这就是我的一个 谐音的技法 我把这个东西叫做被胎 被胎 你看这个 被动 有个胎 被动 有个胎 当你看到一个 一个什么什么t的时候 你想到 有可能是一个 被动 或者是一个中动的情况 好了 这是 这点 然后下面 同样 按照老规矩下面 有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是只有后缀的时候 只有后缀的时候 这里面当然也有个特殊的 比如说第一 第二个 这个地方 它好像跟其他几个长得都很不一样 这个我们一会会提到 它有 其他的规则来 说明为什么长成这样 然后我们来看 过去时代的中动与被动 没有什么太多要说的 我们先把它读一遍 这些语言 是不是还是看到很多的ttttt是吧 这也有个t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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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我们说了这两个你也可以看成某种形式的 对吧 诸子之外最大的区别在哪 跟刚才那个表 刚才那个表所有都是滤滤滤滤滤开头 这回给出一个 A在前面 表示的是过去时态标志 对吧 过去时态的标志 好了 这是这样一个点 同样下面你看到有一个只有后缀的表格 有兴趣你也可以把它截屏放在旁边 这些表格对你做后面的练习题会有帮助 你看到一个词 它的后缀长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记不住记不住就回来查这个表 然后我们往后面接着走 下面一个质点是说有两种表达 途径的办法 也就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做成某件事 用这个希腊语来怎么说呢 这里来讲两个办法 第一个 我们先看这个句子 这是个主动的 这种 不应该是语 这个 不应该是语气 应该是语态才对 主动的语态 来看看 Horgilios Egeire Dong Yohannin 什么意思 The Lord brings John back to life 说 主啊 主啊 他 让这个 约翰复活了 让约翰复活了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被动语气 或者被动的语态才对啊 Yohannin Egeire Dong Huiboh Dong Gilio 看到备胎了吗 E Dong 是吧 He Is He Is Brought back to life 他 被复活了 怎么样构成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看 这里变成被动 然后 被谁复活 Huiboh Huiboh 然后后面有一个Dong Gilio 什么格 Dong Gilio 我想现在你应该熟一点了吧 这是一个鼠格的情况 所以在Huiboh的后面如果跟的是一个鼠格 就表示通过某种办法 通过某种途径 所以他说这个词在这里面连接鼠格表达途径 这是一种办法 加个Huiboh的借词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鼠格 还有一种办法 也就是用语格办法 我们来看看这个办法 Yohannes Egeredai 有来了 然后 Dong Logo Du Dililu 哎 这回是什么 John is brought back to life by the word of the Lord 那就是 这个 这个 约翰是 通过神的话 然后 被复活的 那么这一回你会发现 没有了这个 规博什么事 对吧 没有这个词 而这里用的是 Dow Logo 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是一个 语格情况 语格情况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两种办法 要么你用这个 后面加鼠格 要么你用语格的情况 来代表通过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达到了某种目的 往后面走 这里有一个 陈述的 语气的词尾的总结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学完了 玻璃动词啊 陈述是最重要的这种词尾 而其他的几个词尾呢 是从他们衍生而来 于是这里有一个总表 在这里呢 我不打算去 花时间读这个总表 也没有什么太多读的必要 重要的是你要知道 怎么我们可以到哪里去查 是吧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形式 你会发现有点很奇怪的事 就是 怎么感觉 比如这一个 怎么感觉这不是一个后缀 而是两个后缀呢 O和Me 这个也是 感觉怎么是两部分分开的 O和Mesa 怎么是两个部分 其实确实是两个部分啊 我们马上要讲到 它是由两部分 合成的 来看看 词尾是由两个部分构成 一个是连接原因 也被称为可变原因 一个是人称的词尾 人称的词尾 比如说 这地方有一个 O 那么 O就是连接原因 而后面的 M 才表示了是 我们 我们 同样 A D A 是个连接原因 后面的D 才表示了 你们 然后 这里又说 这个 连接原因有两种 如果是在 M和N 在M和N之前呢 用的是O 所以你会看到一些 O门的出现 因为这个是 M之前 要用O 而 A呢 在其他字母之前 比如说 这里的 D 这是一个D 那么在D 之前 出现的是一个 A A D 而不是 O D 是吧 O门 A D O O M 同意吗 O M S 然后 E S E S 因为是 S 的前面 所以 不会是O 而是一个 E 然后呢 人生的词尾呢 我们把它 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 现在时 将来时的 主动和中动 另外就是 过去时代中的 主动和中动 我想这样分的 原因是因为 这 两类长得非常的像 而 这个 放在另外一边 然后一些有用的规则 我们来 大概看一下 比如说 现在是将来时代系统中 包括了哪些 现在 将来 现在完成 将来完成 使用的是 现在将来时代的 主动和中动 有人说中动 那被动跑哪去了 被动的形式 跟中动是一样的 所以你说 使用 现在将来时代的主动 中动将来 而不是 中动和被动 就 差不多了 是吧 也可以 过去时代怎么样 包括了 过去未完 不定过去 和过去完成 感觉是不是跟英语还是蛮像的 是吧 当然英语可能没有这个东西 使用的是 过去时代中的 主动和中动 还是那句话 因为被动呢 跟中动形式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不再单独列出 主动一态 用主动词尾 中动被动 使用的是中动词尾 换句话说 中被动 词尾 形式上 表辞的是一致 所以光看词尾 你是看不出来 到底是 这个 被动 还是 中动的 这个恐怕得根据上下文来进行一下判断 好 快完了 加油 这里是 最后再补充几点 在这些词尾的变化里面 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 也可以作为选学部分 过去未完三单 没有人称词尾 来看看 过去未完三单 我们来查一查 过去 然后 三单 在 这个 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 过去 未完三单 在这 在这 在这个词里面 它没有 这个人称的词尾 它只有一个A 后面这一个逆 去掉了 后面这个逆去掉了 没有 只有一个 连接的A 没有后面的一部分 再往后走 然后 说 过去未完二单 是一个 物 来看看是不是这样 过去 未完 二单 在 在 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 物 在这 对吧 这是一个物 为什么是一个物 这里给出了一个 可能太小了 把它 拿挪上来 放大了给你看 本来应该是一个A 加上一个 SO A SO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 被去掉 去掉之后 A和O在一块 变成一个 物 这样一个形式 AO在一块 变成一个 物 所以这就是它的物的由来 它说 因为这个与 词尾SO相连 而这个 被省掉 于是两者合并 变成了物 比斯 类似的是在 二单中 A加上一个这个 变成一个 这个形式 我说了吗 有几个看着实在是很奇怪 你比如说 这一个 这就是一个例子 A本来和C在一块 然后 撕一去 把A和 A在一块 变成一个长A 然后下面再把 YOTA换个位置 放到下面来 然后说现在三负有一个音变 那就是半原音这个 呃 Ni呢 在 前面被省略 从而导致一个补偿性的延长 O变成 物 我们来看看三负 三负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所以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 U SING 它是一个 U 然后 SING U SING 那么 为什么是个U SING 这个地方本来是 长成 这个东西 再加上一个小小的 YOTA在下面 然后呢 它被 直接被 丢掉了 丢掉之后 把这一个O 延长为 U 这个被称为补偿性延长 当你扔掉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要做出相应的补偿 把以前 短的 变长 或者 以前一个单元音 变长成为一个双元音 好 这一部分的算是选学的内容 最重要的是 看熟 这些东西 多看一些句子 把这些东西弄熟 不熟练 现在 那么你就翻回来查 会查这个表 先 好 然后 是这一次的一些 例题 还是 十个句子 我来讲前五个 留五个 给你自己做思考题了 看第一个 Hey Zoe Ein Dofors Dong Ein Straubung 什么意思 Hey Zoe Zoe Life Life 说 那生命啊 Ein 又来 It was 那生命 是 Dofors The light 那光 然后 Dong Ein Straubung 谁的光 Ein The man Ein The man 说 生命 是人的光 生命 是人的光 那么 来自于 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四节 往后走 Ebaptizondo 好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东西是吧 往后走 Fui Aftu Ein Do Yordane Bodamo 好 Bodamo 这个地方有提示 就是 一条河 你知道这是一条什么河吗 来看看 这里说 A Baptizondo 前面有个A 表示的是过去实态 然后 Baptiz 在后面加上 Ondo 不知道 不知道 查回去看 你看得到这是被动吗 是不是后面有个TTTTT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就查回去看 在 这个被动的这一块里面 来查一查 今天学的这个被动过去时 你看Ondo在哪 在这 Ondo 是吧 Ondo Ondo 好 所以这是他们 对吧 这是第三人称的附属 他们 他们被怎么怎么样 回来看 说 他们被Baptizondo 其实这个词 我们以前遇到过 这个是施洗的意思 他们被施洗 后面又漏个东西 什么东西 会不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一个怎么样表达途径的 第一种办法 加会不 加一个鼠格的形式 被谁所施洗呢 被 Aftu 被他 说他们被他所施洗 IN 又来 IN 英文的在什么什么中间 什么什么里面 IN DO Yordane Yordane 约旦 下面 和 Bodamos 和 所以在约旦和里面 他们被他施洗 来自于马克福音 第一章第五节 往后走 IR GONDO 又来 ONDO ONDO 又是他们被是吧 他们被 或者是一个这个中洞的情况 他们做什么什么东西 给他们自己 Bros Aftu 说 他们怎么怎么样到他那里 来看看 这里这个词 我们看看在词位表里有没有这个词 也许有 在这 在这 IRGONDO 他们 来 或者他们去 他们来他们去 你看后面这地方是一个ONDO ONDO 本来应该是个被动或中动 但是我在翻译的时候 我并没有翻译成这个 加上一个反身代字的情况 所以我们说 在圣经里面 尽管他用的是一个反身 或者说用的是一个这个中洞 但是在翻译的时候并不一定是这样 你不用说他们去他们自己 或者他们来他们自己 在这个地方就打错了 不是GO 这个是WENT 因为这是过去时 好 这里说 他们 好来 他们来 或者他们去 到 Floes 2 Aftun 他那里 BANDOTEN BANDOTEN 这里有 From Every Direction 他们从四面八方 来到他的那里 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他那里 我相信这是指的 上面这个地方同样的那个 事情 就是有一个人呢 他在约旦河那里给很多很多人施洗 而这些人呢 来自于四面八方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来自于马可福音 第1章的第45节 往后走 第4句 Legu sing 好吧 这位是Wu sing 主动的事 Legu sing Leg 说话 他们说 Aftun Aftun 下面有一个小小的Yoda 所以是说给他听 这是一个语歌情况 他们说给他听 说They say to him 或者They speak to him 后面是说的内容 你看这里有个大写 说 ER COM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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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又有一个类似于T的东西在这里 所以又是一个中动或被动 但是要小心 不一定你要翻译上中动和被动 开 开 Hey Mace Hey Mace 演说吗 我们 我们 开 Under 我们 然后sing soy sing sing together soy with you for you to you with you 这是一个 语歌的形式 也就是跟你一起 我们跟你一起 什么东西 ER COMES 来看看 ER COMES You shall go You shall come OK 好像这个词 这个地方还真是搞错了 不是 You shall go 而是微笑够我们来查查 Omessa 在这 Omessa 哪怕是现 现在时代也是一个Omessa 是微笑够啊 这个地方的答案又得搞错了 但因为我后面答案没给错 Waken 啊没错 没错 没错 当然没有给错啊 是我们 我们 去或者我们来 这里说我们 我们来together you 什么意思 我们跟你一起去 我们跟你一起去 这里是指的去钓鱼啊 打鱼 而且这个词呢 其实跟上面这个词是同一个词 看到吗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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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这个呢 是它的过去 还记得吗 在过去的时候 你要在前面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过去时代标志 是吧 然后再跟 后面相连 因为后面这个词 本身就有一个A 那么两个A合并了一块 变成一个长的A 所以这就是这个A 所以这就是这个A怎么来的 好最后一个第五 又来 又来 好东西 备胎 是吧 备胎 不过要小心 不过要小心 虽然是备胎 但是不一定是备用 然后 然后 他 ESC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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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都在我们先前有学过 其实 是 这个 后面 the last 这样一个情况 那 后面的 然后 然后 DU ANTHROBE of men 说 那人的 后面的情况 EGENU EGENU 原子 Z Z Z 说 那个 人 他 后来的情况 然后 KERONA KERONA 来 查一下 这里面的KERONA 在 哪个地方 在这 worst 这个地方其实是指的更糟 不是worst 应该是个worst 更糟才对啊 KERONA 然后 DON BRODON 这个词应该比较熟一点 最初 这个是最后 这是 最初 说 那个人的情况 最后 后来的情况 比最初 还要糟糕 还要糟糕 来自于 马太福音12章第45节 这里给你看一下 这一句话的 中文版 它是怎么翻译的 这句话我认为是 可能解释一下最麻烦的 什么叫做最初 最后糟糕呢 来看看 那人 末后的情况 the last 然后 比先前更不好了 这就是中文版 这个合合本的翻译 然后 我给出它的英文的是这个样子 the last thing 或者 英文版的翻译给出的是condition the last condition of that man becomes worse than the first 你看看 这里的becomes 它有没有用到一个 那么becomes 什么什么himself 没有对吧 所以 尽管 这个地方那个becomes 它后面是个A带 是一个备胎 是一个中动 但是你在翻译的时候 只需要翻译成主动 becomes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而另外一点就是 这地方同样的 将形容词拿来做 名词用 the last 其实指的是the last condition 然后the first 那就变成了一个the first condition 对吧 好 这是这点 除此之外呢 在比较的时候 因为这是更糟 在比较的时候 往往使用的是一个 比较用的是一个数格形式 这个也可以作为一条小小的经验 放在那 如何做比较 这个被比较的那一项 或者说 与它相比的那一项 是用的数格的形态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主要的一个内容 然后这里有一个词位表 你可以把它截屏放在旁边 参考答案在这个地方 好 然后这里呢 是下一次我们要首先处理的剩余的五个句子 有兴趣 你也是截屏放在旁边自己做一做 是吧 一定是先做一做 做的越多 你对这个东西感觉就会越好啊 包括前面的表格 你也可以截屏放在旁边 查一查那个表格 越查你会越熟练 到时候你不用通过查表格 看见这个后缀 你就知道这个后缀指的是什么了 好了这就是本科的内容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